气象看大爱 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是小暑 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 之后真的会一天比一天热吗 看到今天的高温 最高温在台北士林的设置 来到了38.1度 不过台北的体感温度 已经来到41度 基隆暖暖高温38度 还有屏东的三地门 来到了37.9度 而且明天也真的会很热 看到太平洋高压势力还是很强 加上西南风会送来暖干的空气 明天全台各地是晴朗炎热 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 还有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 高温都可能会超过37度 其他各地也大多在35到36度左右 低感温度很可能会有40到41度 此外先方面要注意 连北台湾都已经来到危险级了 包括了新北台北还有宜兰 台南台东金门 澎湖都是危险级 其他北部还有南部也几乎都来到 过量级的上限 也就是晒15到20分钟就会上升 受到太平洋高压抑制的影响 这个周末下雨的几率不高 连午后雷阵雨都很少 在中午过后 山区可能会有很零星的降雨机会 天气变化会从星期一开始 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往东往北移动 所以午后雷阵雨会稍微增多 变成在山区还有西半部的平地 到了星期二之后 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逐渐扩大到全台各地 整理中午天气在北部高温 可能会来到37度 紫外线在台北新北来到危险级 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 中部26到35度 紫外线来到过量级 南部26到35度 在台南的紫外线也是危险级 还有东部在花莲台东 高温可能会来到37度 东南部都要小心容易会有焚风 生活发龙面抓气象重点 这个周末高温炎热几乎都是大晴天 只有山区在中午过后 可能会有很零星的降雨机会 不过下个星期开始 午后雷阵雨就会逐渐增加了 所以可以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 清理排水系统 不过要在户外活动的话 要尽量提早一点 因为可能一早9点10点就开始很热了 树门也一定要带水 随时补充水分 紫外线全台湾都是危险级到过量级 在阳光下活动15到20分钟 赶快到阴凉的地方休息 还有这么热的天气 车子一熄火很快就会热得像烤箱 千万不要把小孩还有宠物 单独留在车上 接下来提供给您各地的天气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